欢迎您来到我们的今日六度节目 我是您的主持人梁俊 今天我们将带您关注阿尔伯塔省政府 为遭受迷惑重创的贾斯珀镇提供禁益 49亿的资金支持 帮助该镇应对紧急费用和重建录作 贾斯珀市长对此表示感谢 并强调省政府的支持对重建至关重要 接下来我们将目光转向美国 拜登总统将在华盛顿经济俱乐部发表简化 庆祝经济复苏中的重要进展 特别是联邦储备局的利率大幅下调和通胀率的下降 尽管取得了一些成就 拜登也将强调在房屋等可负担心问题上 仍需继续努力 最后法国前总统弗朗索瓦奥朗德 在经历了低迷的支持率后 正寻求政治复出 他加入了左翼的新人民阵线 并赢得了议会席位 分析人士认为他可能在2027年再次竞选总统 尽管过去的决策遭到批评 但近期民调显示他在年轻选民中受到欢迎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环球邮报》报道 阿尔伯塔省政府决定向甲斯珀镇提供近1.49亿加元的资金 以帮助其应对7月份疑惑造成的损失 甲斯珀镇的三分之一在火灾中被摧毁 尽管受灾居民无法直接获得这笔资金 但镇政府可以利用这些资金支付员工加班费 紧急食品和庇护所费用 以及其他行政开支 紧急服务部长迈克·埃利斯表示 这笔资金将有助于加速贾斯珀的恢复重建工作 贾斯珀市长理查德·爱尔兰对此表示感谢 称这笔资金对社区重建至关重要 《独立报》指出 随着美联储次新冠疫情以来首次降低利率 通货膨胀率也回落至疫情前的水平 拜登总统将在华盛顿经济俱乐部发表讲话 庆祝这一经济已成倍 白宫幕僚长杰夫·齐恩茨表示 拜登将借此机会强调美国经济在疫情后的复苏与增长 尽管他并不将此视为胜利的宣言 自2021年拜登上任以来 美国经济持续增长 失业率下降 工资水平上升 齐恩茨还提到拜登迅速采取措施 应对全球通胀和供应链问题 强调继续努力解决中产阶级家庭的可负担性挑战 美日电讯报道 法国前总统弗朗索瓦·奥朗德 宣布将再次竞选总统 尽管他在2017年离任时的支持率低至3% 奥朗德在新书中分析了 法国左翼与权力之间的复杂关系 试图重塑设计的政治形象 他在今年7月的选举为国会议员 尽管与社会主义党现任领导人 奥利维尔夫尔的关系紧张 尽管曾因个人丑闻而受到嘲笑 奥朗德如今的支持率有所回升 甚至在拍卖会上 已高价出售了与演员的爱情摩托车 他希望能在2027年的选举中 成为中间派的代表 尽管批评者认为他在任期间 对社会主义党的影响不利 CNN报道 前阿森纳足球队球员节衣 埃曼·纽尔托马斯 因涉嫌在英国机场组织进口 价值近80万美元的大麻而被捕 英国国家犯罪局在一份声明中确认 33岁的埃曼·纽尔托马斯 于周三在苏格兰的古罗克被拘留 并被控进口B类毒品 此案于9月2日 两名女性在伦敦斯坦斯特德机场被捕有关 他们在从泰国曼谷抵达的航班中 携带了约60公斤大麻 埃曼·纽尔托马斯目前效力于苏格兰 四级联赛的格林诺克·诺顿队 法院已拒绝了他的保时申请 下一次出庭将在10月18日进行 国家犯罪局表示 毒品走私的最高刑罚可达14年监禁 Yahoo US 报道 国际兄弟会卡车司机工会 Tim Schatz在总统选举中决定不支持任何候选人 尽管两大主要政党都寻求该工会的支持 工会的执行委员会表示 由于成员之间存在分歧 以及候选人在劳动问题上 趋乏明确承诺 因此选择不予以支持 工会自2000年以来一直支持民主党 但此次拒绝支持副总统卡玛拉 哈里斯 反映出对共和党候选人唐纳德特朗普的支持度上升 尽管工会未进行正式支持 内部调查显示 59.6%的成员倾向于支持特朗普 工会主席肖恩·奥布莱恩呼吁会员积极参与即将到来的选举 但强调没有候选人能赢得工会的支持 电讯报报道一名73岁的以色列公民因涉嫌参与伊朗支持的暗杀计划而被捕 目标是以色列总理本亚民内坦尼亚胡 据以色列安全官员透露 莫提·马曼曾两次被走私进入伊朗 并与伊朗情报人员会面讨论暗杀行动 马曼被指控要求在执行任务前支付100万美元的预付款 但伊朗方面拒绝了 马曼的律师表示 他的客户在判断上犯了错误 并愿意配合以色列情报机构的调查 以色列方面认为 此次暗杀计划是伊朗对以色列在其境内杀害哈瓦斯领导人伊斯维尔·哈尼亚的报复 安全部门警告称 伊朗将继续在以色列招募人员进行情报收集和恐怖活动 尤约时报报道 YouTube报的一些大品牌广告与有关海地移民的种族主义谣言并肩而立 引发了公众的强烈关注的强烈关注 例如马自达的广告出现在一段声称海地移民在俄亥俄亥俄州 在路边吃鸭子的视频之前 而周比的广告则出现在另一段称有人被移民绑架 并吃掉宠物的视频旁边 甚至连副总统哈里斯的广告也未能倖免 这种现象凸显了在一个动荡的选举年 广告商在维护品牌安全方面面临的巨大挑战 研究发现许多大线组织的广告在YouTube 被一些迅速被驳斥的筹外言论一起出现 导致这些视频在短短72小时内获得了近160万次观看 《环球邮报》报道 安大省凯斯威克发生一起枪击事件导致两人遇害 两名19岁和21岁的男子被控一击谋杀 警方在接到枪声报告后迅速赶到现场 发现21岁的Reilly McDonnell和39岁的Marxer Clancy在卑鄙公园内死亡 警方表示 嫌疑人与受害者之间似乎相互认识 但尚未确认具体关系 这起案件引发了当地社区的广泛关注 警方正在加紧调查 以查明事件的详细经过 《环球邮报》专栏作家大卫·罗森伯格坚决绝维持 其对美国经济衰退的预测 并指出市场的表现并不意味着经济前景乐观 他强调尽管股市表现良好 但债券市场却在暗示经济将走向衰退 他提到过去三年中的财政刺激措施 虽然在短期内推动了经济增长 但现阶段的经济数据却显示出许多领域的疲转 罗森伯格提醒尽管就业市场看似稳定 但招聘率下降和失业率上升的迹象表明 经济潜在的裂痕正在显现 他认为未来的货币政策将需要更加关注 而是中国的经济挑战 而不是仅仅依赖于过往的数据 Yahoo US 报道 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圣彼得堡的军事和国防委员会会议上称 今年俄罗斯的军火工业生产显著增加 他表示武器制造商正在有节奏的工作 以列为武装部队提供现代化的武器和技术 他透露去年俄罗斯军队获得了14万奖务 而今年这一数字将达到140万架 这显示出无人机在现代战争中的重要性 普京强调到2030年俄罗斯将建立48个新的无人机生产设施 与此同时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也重申了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 也重申了乌克兰生产至少100万架无人机的目标 显示出双方在无人机技术上的激烈竞争 独立报的报道中 伊普斯维奇队主教练基兰 麦肯纳对即将与南安普顿的比赛并不看作是六分之战 他表示自己并不关注关于新晋升球队的外部叙事 虽然两队在英超联赛中都尚未赢得胜利 但麦肯纳认为每场比赛都至关重要 球队将以全新的状态迎接挑战 他提到他提到 尽管外界对新晋升球队的看法存在压力 但球队更关注自己的表现和赛季目标 他回忆起上赛季与南安普顿的两场胜利 但强调这场比赛是全新的挑战 球队将全力以赴 Yahoo!US的另一篇报道提到 前总统特朗普在福克斯新闻的节目中 抱怨辩论中的事实合谈 声称观众对他的表现疯狂反应 然而节目规定没有观众在场 导致特朗普的说法受到质疑 媒体分析指出 特朗普在辩论中提出了至少33条虚假陈述 而副总统哈里斯仅有一条错误 尽管如此 特朗普依然声称自己在辩论中表现出色 并对哈里斯的表现表示质疑 分析人士指出 特朗普的言论显示出他对现实的扭曲 引发了对其心理状态的担忧 多伦多星报报道 新布伦瑞克省省长布莱恩·西格斯于今日宣布 将于10月21日举行省级选举 集选举 这位进步保守党省长在弗雷德里克顿的副省长布伦达 莫菲官方著作访问后做出了这一决定 西格斯自2018年以来一直领导该省 此次他将争取连任第三个任期 未来的选举将是他政治生涯的重要时刻 雅虎美国报道 一名来自伊莫卡利的女子因在110华氏度的高温下 将一只名叫贝格斯的六个月大的雪纳瑞小狗 遗留在皮卡车内而被捕 面临轻罪动物虐待之后 34岁的吉诺贝巴奥布雷贡因在购物时 将小狗留在高温车内超过一个小时 而被科利尔县警长办公室逮捕 尽管贝格斯在事件中未受伤 但他在车内写得很痛苦 执法人员在接到市民的报警后迅速赶到现场 将小狗救出 根据调查奥布雷贡声称 他在购物期间只将贝格斯留在车内30分钟 但调查显示 小狗实际上被遗弃的时间至少为一个小时15分钟 警方接到市民的报警后 发现小狗在车内的温度极高 急需救助 奥布雷共将于10月9日出庭因素 这起事件引发了公众对动物保护的关注和讨论 谢谢您的收看 市面播报的内容是六团队推荐的全球专业媒体 智库 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请大家去这些媒体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度简报的立场 亦不能作为任何决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由专业媒体人学者科学家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6W4 康文在世界任何地方都可以通过电邮收到六度简报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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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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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